我有注意到他们的名字都非常的实情怀疑 比如我跟一位同学交流 他的名字叫白碧玲 还有看到很多同学的名字都是举裁于中国古典的一些文学 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学院是有台湾同学 台湾的同学 然后我平常也会跟他们有些交流 就感觉他们说话会比较可爱 然后感觉跟我们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在学习在生活上都是可以很融洽的交流 尤其是我是福建人 所以我的口音可能跟他们也没有很大的差别 我是福建莆田的 然后就离台湾也很近 因为我没有去过台湾 所以如果有机会我还是特别想去台湾 我觉得就是两岸之间这个文化是相通相容的 发现就是说台湾同学他们来到北京大学之后 首先是他们其实很多对大陆文化很了解 我觉得就是很多同学实际上对大陆这个传统文化很感兴趣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书团经常之前还是组织大家 比如一起去看看这个巨下昆渠 往往办这种活动的时候 台湾同学这个热心很高很高 今天跟这个台湾同学的交流这一场下来感觉怎么样 就是感觉很亲切了 尤其是我旁边那个同学我姓刘太也姓刘 他进来之后第一句话就跟我说 哎呦先下留姓一家亲 然后我是东北人也希望大家来东北这边去东北化 我觉得也挺好 之前好像有一部那个电影叫做那个东北插班生 讲就是那个东北人去台湾这个交流啊这个上学这个故事 下一部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个比如说台湾什么插班生 然后我也希望去台湾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台湾的文化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台湾的文化 咱们来看DEN 我也不想去台湾的文化 那么就不知道 咱们来看